之前跟大家聊到的 这个在台湾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个复联的人叫雷茜 那说中国的全过程民主 很好好棒棒 那个时候我不是跟大家讲了 很多就是李老师 不是李老师分享的 这些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其实都是假的这个故事嘛 那然后有一位 在2021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南京 某211读本科的台湾朋友 给我投稿 说他也参与了这个 这个假投票的这个过程 那他是很清楚 这是一个笑话的 他非常清楚 他之所以参与 其实是就是想要 一方面的想要亲眼看看 说这个笑话到底有多好笑 就是凑热闹的意思吧 就是说 说啊早就听说中国的这个 这个假投票假民主了 那参与参与应该蛮好玩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很感谢这位台湾朋友 因为这位台湾朋友 应该也有一点想要 就是提醒啊 他身边的中国人说 这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演演表演 他也有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吧 那我这样来讲 就是他有一种很深刻的 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幸的同情 就是说你们知不知道 自己都是在演戏 那所以呢 他就参与了这个过程 他提到一些很有趣的细节 就譬如说呢 当时呢 就是那个辅导员 就问说要不要参与的时候呢 说台湾人是可以选择 要不要参与的 但是港澳学生的是不可以参与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 可能是在那个时间点 你要知道是2021年 是2019年反送中之后 所以说很有可能就是说 他们害怕提醒香港人和澳门人 他们还想要真普选这回事 所以就不让港澳学生参与 然后很多事情 都是跟其他人分享的是一样的 就譬如说人可以不到 票一定要带头 总票数就是不能少的 你没有弃权的权利 投票是在教室举行 所有人都坐在座位上 辅导员开始宣布 被选举人的姓名和资料 但是呢 没有证件发表 连照片都没有 那出了极少数的个人资历 和是否为共产党员 和姓名之外 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那辅导员宣布完之后 就开始像发考卷一样 发投票纸 就发下来 就是蔡霞也描述过这个景象 就是你坐在哪个位置上 发给你 然后到时候收回来 当然就知道你投的是谁 那然后说 可以非常轻松的看到 旁边的人投给谁 他说他那个时候 已经心里快笑死了 就是个笑话嘛 你在台湾人在任何真正经历过 民主选举投票的人眼中 这都是个笑话嘛 说那个辅导员宣布 可以投给任何人 只需要在下方 写上那个人的名字 那这位台湾朋友呢 就写上自己的名字 以表达对假民主的抗议 那当时坐他旁边的 也是一个台湾人 但是那个人呢 是在中国长大的 那他呢就怂恿 那个在中国长大的台湾人 投给自己 但是那个人呢 就回避说 不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也劝他不要真的投给自己 也就是说 一个在中国长大的台湾人 他清楚这是一个笑话 他清楚这是一个假的 他比其他中国人好 但是 但是他说 不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可不敢啊 可不敢啊 也劝这位台湾人 不要真的投给自己 那就是他认为说 如果你投给自己 你会有不好的后果 会影响你毕业 或者影响你什么什么状况 那事实上当然没有 事实上没有影响毕业 没有影响状况 因为我猜测 我个人猜测 可能都没有人会去看那堆票 就内定是谁就是谁 没有人会去查这个票都 那自然他们也不会发现 你在选票上 写了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我说 没有人会去看这堆票 不是说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没有人会去看这堆票 知道吧 因为你要注意 有一个细节 辅导员说 你可以投给任何人 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演戏的导演 不要求你们演得很像 你只要出席就OK了 不要求你们演得很像 这是那一次的导演的要求 那譬如说 在某一些导演 他就要求你这个票上 必须选某某某的名字 知道吧 那这就证明 这位导演要求比较高 他要求你必须写上 那个内定人的名字 而在南京的这一场表演 导演要求很低 就要求你只要出席就OK 票上可以随便乱写 因为不重要 所以我说 没有人会去看那碟票 如果有人会看的话 导演对演员的要求 就会高得多 就会说你必须投谁谁谁了 知道吧 这个我不是说 所有在中国的选票 都没有人看的意思 我只是说这一次 导演没有要求你写谁的名字 唯一的解释 就是说没有人会去看这对票 然后呢 这位台湾朋友就说 我们已经坐在 本世纪最大的笑话现场了 大家究竟在严肃什么 他就提醒中国朋友 你们中国人过去 还是有过一些反抗的历史的 比如说1948年的时候 中国大学生上街游行 反内战要真民主 什么什么的 那你们怎么了 我们怎么了 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那就还是那句话 骨头被打碎了 骨头被打碎了 那总之呢 但是他提醒中国人说 那你也不要顺从 不要麻木 那你还是要做点什么的 你多少做点什么 然后投完票之后呢 所有人就拿着投票纸 也没有任何遮盖 直接就给辅导员了 他还跟这个辅导员讲说 他投给自己 你想不到吧 什么之类的 当然辅导员也不在乎 因为就像我说的 这一次导演要求不严 要是导演要求很严的话 那这位台湾朋友 可能会被以毕业 毕不了业为威胁 他拍了那个票纸 发在朋友圈和IG 说行使选举权 是公民义务和权利 选给自己也是 但是他很惊讶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很多中国同学 也拍了投票纸 但是配文是 自己参与了国家大事 愿祖国繁荣昌盛 中国人还是很骄傲的 就是中国人参与了这样一个 在台湾眼中完完全全 是本世纪最大笑话的 这个表演 也觉得很骄傲 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这个其实我能理解 因为你们要知道 首先第一个 在中国 绝大多数中国人 这辈子不会见到选票 而这个在南京 211的大学生 他们能参与这一次 他们已经觉得 自己参与了一个 很重大的事件了 因为你要看跟谁比 知道吧 你跟台湾人比 跟加拿大人比 跟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比 他们是个笑话 但是他跟剩下的 九成以上的中国人相比 从未见过选票 长什么样的中国人相比 他们就很棒了 好吧 然后他说 叫这个愿祖国繁荣昌盛 自己参与了国家大事 愿祖国繁荣昌盛 他也未必是完全不知道 这是一个假的 没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认为说 这个祖国未来会更好吧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是2021年的事情 不知道现在这些 愿祖国繁荣昌盛的人 有没有一些变化 但是这位台湾朋友 当然就觉得很悲哀 就是说你 你觉得自己参与了 一个国家大事 但是其实你们都是 耍猴里面的猴 就是你们都是一些猴系 对吧 你不知道 战争的选举 该是什么样子的 他说 他说你不知道说 投票应该是 无记名原则 如果有人量票 就违反了投票规则 那不知道说 候选人应该带着证件 和对国家的愿景 来说服人民 他不知道 开票过程应该 全程公开 透明并录影 而不是投完票 大家就解散回家 台湾人看上去 当然觉得很悲哀 你看跟谁比 你跟大多数中国人相比 这些学生 他至少还有参与过 哪怕是假的 一个耍猴的一个表演 他还参与过呢 剩下中国人 连参与表演的权利都没有 这是他给我投稿的 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个故事 那很感谢这位台湾朋友 曾经试图去 去提醒自己身边的中国人 说你们的这个选举 是市场笑话 因为这个演出不太真实 所以我相信这个票 是没有人会去看的 就是你无论投给谁 你的意志都会被消失 就是你的意志都是不存在的 有一个中国的网友 就是也给我留言 说过就是他也是投了自己 然后在这个发布 这个投票结果的时候 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 就是你无论投给自己 还是投给别人 还是投给任何 不是他们内定的人 就这个结果都是会消失的 我是看到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他有一个投稿 他就说到说 这个为什么你投给自己没有用 就是从这个共产党 所设计的流程来说的话 就是必须是由党委通过 党委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委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机构 也就是说任何人 必须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 你才能成为候选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选票上写谁都没有用 那你根本 你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 你根本不会是候选人 你根本没有参选的这个资格 很感谢这位台湾朋友 曾经试图在中国 提醒过自己身边的中国朋友 就是不知道那些 愿祖国繁荣昌盛的人 现在在想什么 有没有被清零 白纸革命 还有中国经济崩盘 打醒 希望吧